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创造的奇迹 一列满载乘客的火车 突遇洪水 神秘失踪 然而 等到这列火车再次出现在人们眼前时 不仅车上原有乘客毫把无伤 而且还多出了300多人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1959年7月21日 一列载有600多名乘客的列车 像往常一样 从沈阳火车站缓缓驶出 按照正常情况 这列火车将会在22日上午10点半左右 准时抵达北京站 而负责本次列车行驶安全的列车长张敏元 已经工作了好几年 对于12次列车情况 他已经熟悉的和自己家一样 可他想不到的是 这一次的旅途 却远没有那么平静 火车一路平稳前进 车外是连续不断的倾盆大雨 透过玻璃 已经完全看不清窗外的景色 只能看到冲刷在玻璃上的雨水 与外面的紧张喧嚣不同的是 车内乘客有说有笑 都期待着到达北京后的日子 张敏元一节车厢一节车厢的查看车内情况 作为列车长 他必须时刻关注列车内外的情况 他尤为谨慎 因为他深知 此次行车可能会存在的隐患 暴雨已经连续下了一天一夜 这对很少产生如此大降雨量的东北地区来说 出现山峰 泥石流的可能性非常大 果不其然 当火车行驶到景州境内时 火车司机和张敏元神情都变得十分紧张 因为再往前行驶一公里 火车就需要经过石河桥 现在暴雨让车外能见度变得很低 这对他们来说是十分危险的 安全起见 张敏元让司机降低车速 谨慎通过桥面 事实上 石河桥已经出现了窗口 桥面根本不足以支撑一列火车通过 本段的铁路工作人员派人前去蓝体列车 但因为大运 十二次列车的司机和张敏元 根本看不到站在前方拼命示意的工作人员 列车依旧在前进 眼看就要行驶上石河桥 危机关头 一团明晃晃的火光出现在列车前方 那是有人将衣服又没有点燃 前来通知十二次列车的 果然火光的出现让一直关注着前方情况的张敏元意识到 这是让他们停车 他立即命令司机紧急停车 虽然停车及时 但因为惯性 列车还是有几节车厢已经冲上了前面 火车停稳后 张敏元立刻跑下车去前面查看情况 而车内的乘客 也被这个急刹车从梦中叫醒 他们看到火车停滞不前 纷纷拉开窗户 向外望去 他们只能看到窗外空荡荡的环境 和依旧下个不停的大椅 黑压压的景色 压得人心头闷闷 张敏元了解了石河桥的具体情况 向前走是不可能的 但向后退 必须有调度员的指令 可好小不巧 电话线路因为暴雨的原因 坏了 无法联系上调度员 难道只能停在这里等吗 可这里实在不是一个好地方 一旦洪水袭来 摇摇欲坠的桥面 就会将火车一起拖下河 就在大家犹豫不觉时 远处传来了三声枪响 这是水库管理员的信号 三声枪响后 他们就会开闸泄洪 时间已经不允许张敏元犹豫 他命令司机向后退 所有责任他一力承担 于是 大家急匆匆地回到火车上 火车慢慢向后退去 刚离开桥面不久 石河桥轰然断裂 退出一段距离后 张敏元本想在这里原地等待 等前面的桥面抢修好后再通过 可是水位上涨得很快 已经在车厢边缘徘徊 大有淹没车厢的事的 他只能下力继续后退 而车上的乘客 此刻开始躁动不安 因为他们发现 火车一直在后退 他们不知道火车外发生了什么 但列车急停 随后又一直后退 让他们感觉有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整个车厢都是大家询问的声音 张敏元安排列车员 不停地安抚着乘客的情绪 带到大家稍微平静一些后 他和列车上其他几个工作人员 一起商量接下来的安排 几人都建议 此处地势地挖 不能久了 最好是将列车开到一处高地停下 等待救援 而列车安全员 则负责去查看列车的情况 同时尝试和车站取得联系 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车上乘客的安全 工作安排好后 大家各自分头行动 很快 张敏元发现远处的水中 有很多逃命的百姓 跑在后面的很多人都被洪水卷走 在天灾面前 生命显得是那样的渺小脆弱 张敏元当即下令 停车救人 他呼吁所有乘客都把车窗打开 身强力壮的小伙子 纷纷跳下去救人 受灾百姓也拼命向火车跑去 大家通过窗口 拉了一些人上路 等到列车再次启动时 车上原有乘客一个步上 还救上来了300多名受灾百姓 火车也按照计划 安全退到了距离车站 十几公里的一处高地停下 可张敏元的心情 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轻松 反而愈加沉重 这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的奇迹 一列火车因洪水被困30多个小时 全车还有600多灾米要吃饭 但列车却连餐车都没 不仅如此 被发现时 竟还多出了300多灾米 在过去的30多个小时里 他们究竟是如何度过的 1959年7月22日 沈阳开往北京的第12次列车 经历几次惊险的逃生 终于稳稳地将火车停在了一处高地上 当车上所有乘客 都沉浸在劫余生的喜悦中时 只有列车长张敏元 和几个车组工作人员 脸色愈发沉重 因为虽然他们现在位于高地 洪水殃及不到 雨也停了 可谁也不能保证 还会不会发生山体滑坡 或者其他灾难 况且 他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最重要的是 这列火车是没有参车的 车上1000多张嘴 需要解决温饱问题 这才是最难熬的 张敏元明白 此刻他们只能靠自己 联系不上外界 就无法求救 只能盼望铁路局 能尽快发现他们 同时 必须要将所有乘客 团结在一起 共同面对困境 只有这样 才能坚持到救援人员的到来 于是 张敏元将火车上的党员 和一些干部聚集在一起 大家分析了现在的局势 制定了接下来的计划 张敏元通过火车的广播 向全体乘客动员 有带食物的 能够捐出一些食物 给车上需要的人 同时希望一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能够去寻找一些食物 而张敏元则带领一些人 向周围寻找 看能不能找到村落 借他们的厨房做些吃的 乘客们听到广播 纷纷将自己带来的食物捐出 然而 这么点食物 根本就是杯水车型 毕竟这趟列车 是夜间发车 睡一觉起来就能到站 谁也不会在这么短的路途上 带很多吃的 因此 收集上来的食物 只能发给老人和孩子 就这样 分到食物的人 拿到手的食物 也只有一点点 根本无法冲击 好在出去搜寻食物的队伍 看到远处漂浮着一些袋子 很像是囤积粮食的袋子 他们将这些袋子打捞上来后 果然是一些面粉 花生 大米之类的 大米泡湿了 不能食用 只能忍痛丢掉 他们扛着花生和面粉 回来 张敏元也在周围 发现了几户人家 并向他们借的厨房一用 为了能更快的 让大家吃上东西 张敏元发动了 车上的妇女一起参与 他们先是煮了 一大锅花生 带了回来 后来 又带着一些面饼过来 大家终于吃上了一顿饱饭 但是张敏元等列车工作人员 却一口未吃 因为他们也不确定 何时才能有救援 为了乘客的温饱 他们选择饿着自己 也正因如此 有些身体稍弱的工作人员 开始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 从12次列车失去联系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一天一夜 可搜救队员 只找到了从列车上掉落的方向台 12次列车依旧没有踪影 站台领导下令 扩大搜索范物 尤其要注意沿途的一些高顶 同时向北京申请了空军部队 和一些物资 又经过了一晚的搜索 在23日天蒙蒙亮时 搜救队终于看到了 12次列车的声音 张敏元显然也看到了搜救队 他高兴结 连忙大声呼喊 其他门也被张敏元的喊声吸引 仔细看去 他们也看到了搜救队的成员 同一时间 他们听到了头顶上空 有飞机的声音 抬头看去 一箱箱物资挂在降落伞上 缓缓下坠 所有人都高声呼喊万岁 因为他们知道 国家没有放弃他们 党没有放弃他们 30多个小时的乘客 依旧是活蹦乱跳 精神抖擞的样子 他们不禁佩服张敏元 因为这不仅需要解决生存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让所有人心中 充满历练 团结在一起 才能战胜困难 虽然12次列车已经找到 但消息还没来得及上报 因此 一则由国外传回的消息 让全国人民的心 都跟着揪了起 这是中国最轰动的列车失踪事件 一列满载600多人的火车 因暴雨缠密失踪 没人知道他们遇到了圣 事件瞬间轰动全球 引来无数人敌 第二 中国人民却让他们见识到了信仰的力 1959年7月22日凌晨 12次列车因暴雨失联 失踪30多小时后 搜救队在一处高地找到了这趟列车 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将消息上报 谁知这件轰动世界的事件 遭到了西方国家的恶意揣测和诋毁 1959年7月23日 西方国家发布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 中国境内由沈阳开往北京的12次列车遇红 车上所有人员全部孕育 这则消息一爆出 立刻引起轰动 各种说法也分支它了 有人说列车要么是遇到了万星人 要么就是被幽灵劫持了 还有人联想到了百慕大的诡异传说 这次12次列车失联 就被他们拿来造谣 说什么中国境内有个可怕的地方 千万不能靠近 更有离谱的 说这是中国人在做什么秘密实验 会危害世界 诸如此类的谣言 在国外传得沸沸扬扬 虽然这则消息传回国内时 再一听确实挺唬人 但中国人民很快就回过味了 国内的报纸都没有报道 那轮得到它国外下属 大家也相信 祖国一定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果然 没多久 他们就听到了12次列车已经被找到 并且所有人员全部安全 等到所有路段的铁路抢修完成后 12次列车就将返回省昂 让大家不要担心 打脸来得如此之快 让西方国家憋得肝疼 悄悄地撤下了新闻 而此时 12次列车上 包括列车工作人员和所有乘客在内 大家正在欢天喜地地打扫着车内外的卫生 因为他们要以最好的面貌回到沈阳 让全国人民看到团级的历练 更要看到党的光辉 铁路领导也赶来慰问12次列车上的百姓 并且对张敏元和列车组的成员进行嘉奖 正是因为张敏元临危不乱 并且坐视果敢 在几次危急关头当机立断 才让所有人脱离险情 而列车组的其他成员 在遇到险情时 始终都冲在最前方 将百姓牢牢护住 正是他们顶在最前方 给所有乘客心中吃了定心丸 让大家团结一心 共同面对困难 所以困难并没有压到大家 大家围坐在一起 有的抒发着自己的感想 有的开心地唱起了歌 遇险30多个小时 大家难得放松 一直到晚上 大家进入了梦乡 张敏元摸黑钱去车站打探消息 站长转告他 所有路段基本抢修完成 明天一早就可以返回沈阳 张敏元长舒一口气 终于能回家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 张敏元就通过广播 将这一则消息 告诉了所有人 大家欢呼血月 一些还在睡梦中的人 也被大家的欢呼声叫醒 大家立刻收拾好各自的东西 在汽笛声响后 12次列车带着所有人的思念 载着胜利的凯歌 驶向沈阳 事后 作为列车长的张敏元 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而这个故事 也被改编成电影 《12次列车》 张敏元成为了 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但他自己 却依旧穿梭在那条铁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